陈可欣 演员们的精湛表演也引起了人们的热议 剧中 赵薇饰演了泛养黄渤小孩的村府 不仅造型邋遢 还说着一口地道的方言 对于这样的安排 陈岛说出了他的考虑 我觉得其实赵薇本身因为他很贴地气的 我觉得在一个明星来讲 他应该算是比较接地气的一个人 就是第一 他不是那种非常永远有人围着他 就是那种 他身份是一个巨星 但是他没有端着一个巨星的那个感觉 所以他确实一个很平易近人 也是一个很实在的一个人 我觉得生活里面也不是一个像明星那样生活的 当然这个不足够 因为确实我 因为我这个戏的结构是比较特别 就是赵薇是一个小时候才出现 而且他的角色其实传统来讲 应该是在正反的传统来讲 他应该是一个反方的人物 一个就是反面的人物 而且我们整个戏从小孩丢了黄渤的好围 我们前面一个小时都是奔着黄渤的好围的试点 直到他找到小孩 然后发觉原来小孩的妈妈就是赵薇这个农村妇 那理论上应该非常恨他 那电影一个小时候才出现了一个人物 你还是非常恨的一个人物 但是你进去他的角度 他的视角 你会突然间发觉原来他更可怜 那我觉得要是你不用一个非常有亲和力 像赵薇一样的明星 其实观众很难带入他的角度 所以那种角度跟视角的转换 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而这个环节要是不是一个像赵薇那么有亲和力的明星去演 可能观众调不过来 当然也要说服他 因为要素颜 要穿得很土等等 但是结果这些都克服了 也证明这些其实到最后 其实都是对他来讲 对我来讲 对戏来讲 包括对观众看电影来讲 都是一个突破 这种突破这种颠覆 有些时候会使到观景的时候更有乐趣 赵薇饰演了一个村妇 被丈夫欺骗没有生育能力 于是收养了丈夫带回家的两个小孩 最后为了夺回小女儿的抚养权 付出所有 影片结尾 这位饰演的角色怀孕了 对于这样的转折 观众感到差异无比 导演说因为这样的结局 使故事的荒诞感更强烈 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荒诞感更强 而且圆到整个故事的结构里面 我觉得更合理 因为这个毕竟是讲拐购儿童里面 就牵扯到很多东西 它除了牵扯到 你不可以避免 就是牵扯到 就是为什么会有买卖 买卖大部分来自农村 农村是来自于一种 比较重男轻女的 男权社会的一种习惯 比较封建的习惯 所以很多时候呢 农村就会买男的 然后弃婴的 戏里面不有个弃婴 弃婴就是弃女的 因为女的生了不要 然后我们这里有个 李红琴这个角色 是农村的妈妈 但是她不能生日的 那所以这个明显 她在农村里面 肯定是一定就是 非常没有自尊 没有地位的 那么到最后 原来她是能生的 那也可能是她老公骗了她 所以也是一个女人 依附在男权社会里面的 一个悲剧 然后到最后她发觉 原来她拿不到 这个女儿的抚养权 结果添给了她一个怀孕 那究竟是这个怀孕 是天意 是添给她的安慰奖 因为女儿没了 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很荒谬 而且那个也能够回到 第一回到血缘 跟精力 我刚才讲的东西 就究竟是 满足于 我有这个安慰奖 这是我的小孩 我生的 是我的血缘 我的骨肉 还是我 还是应该去争取其方 当然她也争取不到 其方她也争取不到 那个小女孩的抚养权 不可能给她的 这个是一块 另外一块就是说 多花庙 这个女人到最后 就是说原来她能生的 那她在整个农村 她跟农村 跟那个封建制度的 那个互动 等等这些 我觉得这些都是使到 整个戏在最后 能升华的一个东西 香港电影导演 近年来陆续本上 有不少大陆影迷评论说 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 早已过去 如今这些本上导演们的作品 早已搞味不在 面对这样的说法 陈克欣愤怒不已 我不同意 我觉得大家都活在一个 一个就好像戴了墨镜 那种美化的墨镜 去看以前的香港电影 我觉得我一路都说 以前的香港电影没那么好 现在香港导演拍的戏 也没那么烂 其实你们就活在一个 加了黄金的那种 那种就是觉得 好像很美好的那种 其实是你们自己 好好去拿回去上网 去再看看以前的片 有多烂 很多很烂的 就莫名其妙 比如自己 比如就拿我自己的戏 跟自己的戏比 很多粉丝说 我来了这里之后拍投名状 拍这些 拍这些商业片 因为他卖钱 因为大陆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价值观 就是卖钱 赚钱就是坏的 市场大就是坏的 所以我后来就说 其实那些戏都亏本了 那没那么坏了吧 因为亏钱 可能大家觉得 那就是艺术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问题的一个思想 就有毒的这个思想 因为我以前好像金字月 是我这辈子拍过最商业的一部电影 完全像好莱坞片有套路的 那他们说那种叫清新 那种叫艺术片 投名状 其实投名状才是在人性冲击的最大的 其实他们觉得投名状是商业片 因为大场面 因为千军万马 他又不去看说 当时大家拍千军万马的时候 都是要飞啊 要什么 结果拍个那么写实的 接地气的 亲爱的戏 你反而觉得金字月是文艺片 这个是商业片 你拿去给国际的影片看 笑死人了 这种言论是笑死人了 你知道吗 谢谢大家